如果你有一块手抓饼 手抓饼卷上火腿肠 切小段 底部不要切段 左右掰开 刷蛋液 撒芝士 挤上番茄沙拉酱 180度15分钟 这个火腿酥也太香了 虾仁用料酒黑胡椒盐腌一腌 手抓饼一分为四 放上虾仁和芝士碎打包 刷蛋液撒芝麻 180度10分钟 这招待朋友也太有排面了 看多酥脆 手抓饼卷上banana 切成小段 用无影手摆进空气炸锅 刷蛋液撒芝麻 180度10分钟 香蕉小酥饼就做好了 手抓饼 加大量的榴莲和芝士 再铺上手抓饼切成的条 编织一下 边边卷起来 为了好看在表面刷点鸡蛋液 180度15分钟 不想切了 我只想抱着啃